在葵坊有交通境 騎電單車衝向黑衣人 也有警員向天橋 訂物件的人發射胡椒球彈 而在沙田就有警員向商場 發射橡膠子彈和催淚彈驅散 曾永珊報導 各區清晨開始 多條主要公路受影響 在屯門早上6點多 黑衣人將紙箱、膠欄、垃圾桶等 放在屯門公路近支落花園的一段 電單車衝向路障和人群 司機下車 雙方推撞 警車洗澡 交通警員下車追捕 警員跌低 黑衣人向新都大廈離去 葵坊早上8點多 新都會廣場對開 黑衣人在馬路上面 交通警員向前駛 繞圈之後懷疑撞到一個人之後洗走 10點多 葵中廣場對開十字路口 防暴警察到場 移走用來倒露的垃圾桶 有人從天橋扔雜物 兩位警員隨即發射胡椒球彈和海綿彈 在沙田早上7點多 在大會堂旁邊的淡江浦街 十幾個黑衣人搬出巴士站牌和雜物 之後黑衣人轉到文化博物館 對出架獅子山隧道公路 和大埔公路路口倒路 有警車洗澡 有人敲打警車 防暴警察下車驅散這批人 推進去到沙田正街 有黑衣人在希爾頓中心向警察釘射 有警員一度舉起手槍 防暴警察又向商場裏面發射橡膠子彈和催淚彈 在將軍澳早上大約7點 唐明街十字路口也有一批黑衣人 用膠碼、雪糕筒等的雜物堵塞行車线 在彩虹早上10點 亦都有人在農場倒路 一群黑衣人搬出膠欄和小巴站牌等倒路 之後離去 車走不了 有交通警到場搬走路帳 有人在橋上向他們釘雜物 之後防暴警員到場舉籃旗 雜物被焚燒冒出大量濃煙 有情電視記者周明山報道 一首掌握是游泛新聞